剛才我們報導過今天在高雄試運會的女子柔術比賽 中華隊的好手楊憲慈她剛才勇奪銀牌 而剛剛比賽這個過程 我們現在透過SNG連線請記者林健生來告訴大家 健生 好的各位觀眾 完今天的柔術進行金牌之戰 中華隊派出的女將楊憲慈 以14比10的比數 剛才輸給了德國選手拿到銀牌 我們來看看剛才比賽的精彩畫面 這可以看見楊憲慈在場上有利用強勢的主動攻擊 再加上摔的動作 有很多次都把德國選手 是剛才可以用壓制的方式來壓制在地 來取得得分的機會 不過德國選手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所擅長的踢打 還有說壓制的部分 有很多次都踢中楊憲慈的臉部 所以是有拿到得分點 柔術在楊憲慈 他在場上的表現也是非常的努力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是陷入了苦戰 不過楊憲慈 他在去年亞洲盃雖然說是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 不過參與大型賽事的經驗 還是沒有那麼多 在剛才他是利用壓制和踢打的能力 是來盡量得分 不過還是很可惜的為中華隊來拿下金牌 是拿了銀牌相當的不容易 我們也為他在場上的表現來拍拍手鼓勵鼓勵 這是在現場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 好了 無論如何 中華隊今天在高雄 市雲又有兩面獎牌進帳了